顶庞子金牌将死 果然就是小偷类生 他用本命举报我用他视频 反而实锤了自己 我决定把他视频都打上马赛克 越来越多的华人通过各种方式来到美国 本应该是利用血脉和文化紧密的团结在一起 但互相挖坑的事情变得层出不穷 大家好 我是顾影琼博士 今天讨论的人物网名叫丁胖子金牌奖师 目前在洛杉矶流浪 利用视频收入每月20万 原来他是四川卢州人 中专学历姓雷 因为盗窃罪被判刑半年 罚金两千 出狱后卖掉所有家当从墨西哥走到了美国 首先在洛杉矶黑了一大群中餐馆老板 因为很多中餐馆老板考虑语言相近和价格便宜 雇佣了很多黑户华人 结果这位好吃懒做的人兄觉得工资太低 举报了六个老板偷税漏税 还教别的华人黑户怎么举报老板要分口费 直接的结果就是在洛杉矶没有人愿意雇佣华人黑户打工 也没有人愿意租房子给他们 最终结果就是金牌奖师住上了帐篷 开始每天直播美国要饭新眼球 我已经向美国移民局举报了丁胖子讲师 非法打工偷税漏税 任何愿意协助美国移民局抓捕丁胖子讲师的 都会获得移民局的奖励 我们需要立刻马上把这种亥群芝麻赶出去